没错 很多人都以为这个Visa的信用卡比较有上限 但是金融卡应该是跟你的存款额度是有关的 而中间新闻追踪发现不然 因为很多家银行的确对于金融卡也有刷卡的上限 最低的只有两万元 而问题症结就在于大部分民众在申办的时候 柜台人员不会主动告诉 而这个网站上呢也没有特别的公告 甚至今天我们问了一些柜台的行员 他们自己也一问三不知 刷卡的上限有吗 没听错办Visa金融卡 柜台人员说金融卡内有多少金额就刷多少 但明明条文规定 黑字还特别加粗 写着每天刷卡额度不能超过台币六万元 但竟然民众到柜台办Visa卡 柜台却没有告知 要民众自己研究约定条款 但小心了Visa金融卡里头可是有限级 小姐这是您的Visa金融卡 谢谢 身份Visa金融卡真的跟信用卡不一样 因为它有多少刷多少 但是它有上限规定 半Visa卡果然摊开各家银行有规定上限金额 台湾邮站一天限制只能刷六万元 一个月最多十万块 想要预知一天最多到十五万 一个月二十万最高限制 华南银行一天也只能刷五万块 最高二十万元 而台信银行上限同样五万元 但重点是不能分期付款 中国信托上限刷卡十二万 还得包含提款金额 至于台北富邦银行一天最多只能两万元 最高开放到十万块 第一银行最阔绰 则是户头有多少刷多少 没有上限 约定条款上面 我们都用戳黑字跟highlight的方式 来特别提醒我们的客户 他有这个刷卡的限额 没现金可现用信用卡预知 但Visa金融卡每家银行上限规定不同 民众只能办卡时自己开口问清楚 才不会要刷卡时才发现额度根本不够刷 傻傻晾在那吃了门亏 中期新闻家明镜黄淑人台北采访博导 阿能量是喷 hearts hearts Yi 阿能量是冲湿部分白亚 2 5